仿泥栈画法云林山水图 朋友们好 今天我们画一下关于泥栈山水作品中的近景位置 就是近处的风景 在画面构图中 然后我们的画法是 笔头呈现干枯的状态 而且是用撤峰行笔 笔尖几乎就是呈现一种干枯的状态了 你看比尖上的墨非常的少 就是穿插出来的 边穿边画 颜色一定要浅 因为泥栈的山水大多都是用大墨渲染出 所以呢 我们画的时候也是依照它这个画法 把整个山形的轮廓先画出来 就是碎石画出来 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就要打量一下 我这这个石头还有山 哪个为一个整体 不能画得太琐碎 画得太琐碎的话 就会看不出来 山与山之间的构图形式在哪 其实像泥栈的画风呢 它一般给人一种萧瑟疏落之感 所以我们用墨的时候呢 也是要以这种感觉才好 像我现在画的这个树呢 也是泥栈的画风 它会给人家营造出一种非常孤寂的那种氛围 就是比较的高雅 其实古人画画呢 也是在抒发自己的情感 所以 他的画风呢 也是在抒发自己情感 画风就是代表他情感的一个载体嘛 所以呢 我们画泥栈的画的时候 就能看出来 他的人物品格是什么样的 其实泥栈他身为元代人呢 也是反映了元代社会环境的一个侧面 虽然他对现实不满 可是呢 又左右不了时局 所以只有靠几个枯竖啊 还有这种 胡光三色自美 融入他的情感之中 所以他的画呢 就是有一种 内心呢 比较 比较的孤傲吧 所以呢 他的画风呢 就是有点那种洁癖的感觉 因为他的笔墨 比较简练 以空白来表现 宽阔的湖面 而在画 舌头还有草木的时候 就是简单又简单 可谓是洗尽千华吧 在元末之际 就是元朝快要衰败的时候呢 泥栈的洁癖呢 传入了朱元庄的耳中 明君呢 极其厌恶 所以呢 就把这个画家 用非人的方式 来去侮辱他 但这也是江湖传说吧 所以呢 泥栈才会过上了隐居的生活 可是泥栈的画呢 可是非常的简单 这虽然是文人的高洁 却流露出画家的怪癖 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 泥栈那种 洗尽极致的笔墨 是理想人格 但在现实生活中 这种人 只是一种笔号吧 可是他的画风呢 值得我们学习 像 泥栈呢 他是创造者代春 所以呢 彻封用笔 就有一点点 匹马的笔意 好 朋友们 今天呢 我们就是画的泥栈的画法 云林山水图 有喜欢的朋友呢 可以一键三连 做人的笔 接下来 请用笔墨栈的画法 需要认为 那些认为 我们下车的笔墨栈 是 对 我们下车的笔墨栈